当手指头拉长的下肩球 总感觉很顶不住 拉的时候感觉不上力 那种棋的长的下肩球 首先它们过点比较长 如果说你的站位 距离球来很近的话 你肯定不好用力 然后它的球速会比较矿 因为你拍太大 容易打开边 也容易拉落 这种棋的长下肩球 它的旋转不会太强 因为它速度坏 它的摩擦就飘不速度 所以这种球没有必要 说去影拍过大 稍微的下来一点 是吧 手腕下来一点 带一点摩擦 有点像班主师的那种 把球摩擦上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钩球画一下 没得骤 快 Hoy 还能 tard 他 出来 筋 这是到了处理的 比较快 奔的比较长 那种鞋 对吧 我前面和手段的滑鼻的标中 我向下你拍的幅度不大 增加回拍的这个速度 工作尽量那么小 只是拉这么激的下一个球 还有一种情况是说 我在看看失误的时候 我可能上回比较近 就是这个球很长 被顶住了怎么办 那怎么拉 你就算工作很小 会来不及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拉的时候呢 稍微的重心 往后 你的左脚可以往后 摩动一下 浪漫中 有点往后去退 把位置上抬 因为你这个时候在 举行动 护法的话 是来不及的 你只能背部的 撤开一点 左脚往不撤一点 这样的话 退到后来 这很远 我们来看 比如这很远 可以往后走 可以往后走 好,就是说,很被动的情况下,你也没有意料到它这么长,是吧,但你可以稍微往后退,重心呢,可以稍微下压一点,可能有一点酷掉,这没关系,当大家玩了一个,赶紧还原,还原回来